亲爱的观众朋友,越南南方解放国家统一让我国人民有条件发展 在我国人民的成就当中,不能不提到越南党共产党各大领导人和全国人民的功劳 其中包括于1957年出生的企业家,他们不断地努力肯定自我,并形成特殊的印象,为今年人一代的创业者注入了新动力 据统计,越南古世五百强当中出生于1995年的企业家的财富比率最多,大概20%相当于34万一越南党 在战争结束国家完全统一的时刻出生,这次非常幸运,也很幸福 但也有很困难的时候,那就是计划经济和1999年西南和北方的战争 那时候,我还很小,还记得到初头看到呼吁大家建国的口号标语 我还记得混乱的阶段,跟妈妈去排队买票,要吃伊米和牧鼠的饭 有一年过年的时候,妈妈给我买一件二手衣服 以为是好好的,但已经泼了,那时候也没有线 所以,用马线粉起来,在玩耍时又泼了 那是小时候,我对国家和家人的困难的记忆 那时候,只想怎么去工作,赚钱,过日子,为家人提供吃的 这样就好了,而没想到什么要创业,成立企业什么的 自己经历过许多经验,只能说是分享,而不敢说是建议 那就是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我的时代的创业跟你们的不同 我的机会与你们目前的也不一样 但你们想要创业,首先要做好,信誉方面 第二是,商品要有特殊性,竞争力,好和,要研究市场 以对社会做出贡献,为标志,建立企业文化 第二是,你必须建立企业,有特殊性,竞争力,竞争力 有特殊性,竞争力,竞争力,竞争力 你必须建立企业,竞争力,竞争力 和这些东西的社会 我一直在考虑,在每个时期如何合理的平稳企业的开支 有时也会不适合,那时候就要重新考虑,找到正确的 幸运的是,我有一个队伍与我前进和发展 1995年出生的我们,这样成长 证明着我们越南的不断发展